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现在流行什么呢 我想应该是流行 跟着名人去有名的景点玩一玩 比如说呢 我们看到这个很夯的韩剧 我们就要到拍摄的地点去走一走 比如说呢 我们看到了闹出绯闻的这个 婚外情的几对名人 他们去了哪里玩 我们就要跟着去走一走 好 这个这样子的玩法 是不是有一点点八卦的感觉呢 今天呢 我们就为您邀请到一位专门谈八卦 不 他是资深的媒体人 也是专栏作家 志平的好朋友福泽乔 来到节目中 跟大家聊一聊这一则绯闻 福泽乔你好 志平好 大家好 是谢谢你再度来上节目 谢谢你 我们刚刚一开头的时候 讲的这一则新闻 就是有一个殡葬业的大亨 跟着这个某饭店集团的董事长 那他们就到了这个所谓的九州 去来了一趟豪华列车之旅 那这个被很多媒体坐在头版头条 当时非常非常轰动 但我们其实真的不是要探求这个绯闻的内容 因为这对我们来讲其实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重点是我想利用今天节目一开场的时候 我请福泽乔告诉我们 因为你对日本太了解 九州的豪华列车 当然这是在九州嘛 到了九州啊 搭这个列车怎么玩 它的旅行的这个行程的设计是怎么回事 从列车开始来我们出发 我们欢迎这个列车的 Joy 怎么走啊 这个行程 这个九州的这一个叫做七星 九州七星的这样的一台豪华列车 它本身它其实它的起站跟终点站 其实是同一个 都是在福岡 对 然后它起站从福岡 然后它基本上它分成两个course 一个course是两天一夜 那您刚刚提到的绯闻的这个course呢 其实是三天两夜 对 那三天两夜的这样course的话 就是大概就是一次的旅游行程 大概要一个人 至少要三十万到四十万的日币 对 三天两夜 很贵耶 可是你别想 那台车它可是一台移动城堡 对 为什么叫做七星 它其实那台车总共有七节车厢 那这当中包括了豪华的寝室 然后有豪华的餐厅 三星米其林的那个厨师进驻 对 那然后呢 它还有包括一些休闲的一些娱乐设施 重点是你猜 智平你搭火车 我讲它时速 它大概是保持在三十公里到八十公里之间而已 三十 到八十 可是这很慢耶 超级慢 那这么慢还有人要搭 你应该想说 它为什么那么慢 对 为什么啊 为什么 因为我很讲 智平我说你没搭到这七星的这个火车 那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七星火车不是给你这么年轻的人去搭的呀 对 它给那个是搭就是退休的银宝族 然后应该是什么 木连之链 我又在讲谁 没有没有没有 对 那然后搭上去之后 对他们来讲速度时间不是问题 他们想要看的是沿途的风光 沿途的风景 那然后经过这个列车慢慢走 而且非常有趣 他们那个就是每天的那个列车 大概一天大概会有一班到两班 然后呢 他在通过的 就比方说有些幼稚园啊 准备要通过的时候 他都有时刻表 幼稚园老师 他会把那个所有的幼稚园小朋友叫出来说 诶 那个智平小朋友 那个大概五分钟之后 火车要 那个七星火车要经过了 赶快出来 赶快出来 干嘛呢 出来干嘛 出来之后就对着火车就挥手 嗨 智平爷爷 这样子 就 这是真的 因为就是说 所以说这整个九州 他们在这个七星列车里面 他最有趣的 不是单纯你只可以坐在车子里面 而是他设计了 就是说 你跟这些 就是相邻 你通过的所有地方的一个互动 为什么要做这互动 那个我那天我访问了 他们这个JR七星的这个 就是负责人 他跟我讲 他说 因为我们的车不好定 不好定 所以当你难得你坐上了 那你看到这边小朋友那么可爱 你下回会不会很想来 对啊 你想想看 那个出发之后 沿路风景 经过这个小学 然后有这个 可爱的小朋友 跟你挥手说 这这么可爱的招呼耶 对那你会想来 可是没有办法定到 不是你不是有钱就定得到哦 没有办法定到 所以你会想说 好那没关系 我下次干脆 我就直接到现场去 我不要搭火车了 我用其他方式 就是我来这里好了 这个就是他们整体九州 在做的一个观光策略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战略 各位听众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今天的志平为您邀请到 好朋友福泽桥 Joy来到节目当中 因为他对日本非常非常的了解 正好呢 我们看到了在社会新闻版面上 这一则 大家非常非常 木连之列 注重的这个婚外情啊 的这个九州豪华列车之旅 因此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啊 从这个新闻出发 但我们真正要探讨的是 其实这个列车 它的旅游的意义在哪里 果然啊 果然 Joy告诉我们 我们看到的这个豪华列车之旅 它其实不简单 它为什么速度这么的慢 还有谁能够来搭这样一个列车呢 这个年纪大的咯 有钱的咯 有钱有闲 才能够来搭这个 对 列车 没错 那所以呢 其实就是这台列车里面 这对于九州的观光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战略 那为什么九州要做这样的一个观光战略 其实 日本你常去哪里 我最常去的我过年才去大阪跟就是金板神 还有呢 然后之前大概当然就去东京啊去这个看一下这个浅草啊雷门啊就是这些嘛 你知道你这样的一个行程对我们这个专门的达人来讲你那是属于小学生程度 蛤是不是是不是等一下 我我只算是小学生程度 我我没有讲你是幼稚园程度已经算是给你一点面子了 对 对 因为呢在我们这个就是旅游圈里面啦 我们经常在讲 因为日本不是有四个岛吗 嗯 那日本四个岛我们大概就从北到南的话就是呃北海道 嗯 然后本州嗯 九州四国 嗯 那还包括一个小小的冲绳嗯哼 对大概其实这整包含了日本国土全部的这个岛屿 是 对那到本州你到了本州还不是到本州其他地方 嗯 你只到了东京跟大阪 你这不是小小学生幼稚园我还能怎么称呼你呢 可是好像全世界去日本玩就只知道去这个地方 完全正确 这就是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日本旅游圈的一个最大的不平衡 哦 因为所有的因为你知道日本他们呃安倍政府他们现在杰租就是必须在2020年之前 嗯 能够达到呃就是观光人口能够增加到4000万 嗯 对那增加4000万里面其实有绝大部分大概有七成左右嗯 全部挤到了东京跟关西 哦 对那因为大家都觉得那日本不就是这边好玩而已吗 哦 还有其他地方好玩吗 我我我有一样的疑问 是不是 啊哈 对那其实呢他有很多地方好玩 那对于我们来讲你可以再进几点的话 你可以到本州的其他地方嗯 我会认为你哎你准备要进国中了 哦哦哦哦本州还只是国中阶段而已 对那然后你如果再稍微进几点 嗯再厉害一点嗯 嗯可能可以去一下那个北海道当高中生 哦哦北海道是高中生等级 对我想你可能都到现在还没想过你可以去看流冰嘛 啊啊北极圈的流冰下来 是是是是是是啊你看 现在看你都在流口水就知道你这时候连高中生都还没到呢 可是人家说好去北海道就是一定要去小尊那个运河走一趟 嗯那是高中生里面的没有那个第一课吗 那个那个是准备从国中进高中的那个学前教育 哦准备啊 对哦 然后呢 原来如此 对那然后九州的话他就是一个大学生的一个程度 哦 对那最难最难其实在四国 四国那大学完了就是四国是研究所的这个旅游程度 没错 哦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呢 其实是跟交通是有关系的 这样子的划分跟交通有关 为什么怎么去划分 因为呢在日本的铁路分布网里面 嗯就是呃整个本州的分布是最密集的 嗯哼 然后呢北海道其实因为他的范围比较广 嗯哼 所以他本身其实在呃开车上面其实都OK 嗯 所以说北海道就是他已经是进入高中生阶段 哦 然后九州对于台湾来讲 他有几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嗯哼 第一个九州的面积跟台湾面积其实差不多 哦 对 然后呢九州在2014年的时候 他有一条叫做九州新干线 嗯哼 然后他的九州新干线其实从福岡到路尔岛 是 对那这个距离其实就像我们的台湾的高铁是一样的 哦 对 从台北到高雄这样的一个距离感觉 嗯哼 那除了这以外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他除了呃就是七星之外 嗯哼 然后他们的一个铁路道路 其实不是那么发达 嗯哼 原因很简单 因为九州的山相对的多 嗯哼 铁道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在九州很多都还是属于汽车交通 嗯哼 对 哦 就是九州的一个旅游在交通上面的一个背景 对 嗯哼 那我可以理解了 如果说呃这群刚刚你所提到这群年纪大的爷奶们 哦 那么他们呃其实 爷奶是Sasaya吗 哦 不是 哈哈哈哈 喂 没有 就是说我的意思说呃他们其实有钱嘛 所以他们可以花得起钱到参加这个这么贵的旅游的行程 是 然后呢 哎 大爷有的就是时间啊 对不对 我退休了嘛 对 我慢慢来 我根本不在乎这个火车的时速只有30公里 对 啊 可是问题来了 嗯 到九州来玩 我们还是要好好玩啊 是 刚刚你后来你解释了 九州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学生等级 对 怎么玩 我我我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好了 嗯 来到九州 我们会立刻联想到九州的什么东西跟他画上等号 有没有一个什么形象呢 九州的形象志平你这样问我这个问题 他有一个东西跟你就是非常的接近啊 跟我非常 就是叫做熊本雄 吓我一跳 我以为我要回答说跟胖子有关吗 熊本雄有够胖的啊 哈哈哈哈 跟熊本雄有关 对 哎 你说到你说到熊本雄那个跟胖子有关 你知道熊本雄还曾经被熊本县长 嗯 跟他要求就是说 嗯 该减肥了 哈哈哈哈 县长要求熊本雄减肥 熊本雄怎么来的啊 熊本雄是一个非常有趣 我们刚才不是有提到了九州新干县吗 嗯哼 其实熊本雄跟九州新干县的关系非常的深 啊 是 呃 因为是这样讲啊 嗯哼 就是说我们九州新干县我刚才有提到了 新干县它是从福岗起站 嗯哼 它的终点站是在鹿尔岛 嗯哼 对 但它整个穿越过的一个城市 呃应该是说县份 它从九州的福岗县 进了左赫县 嗯 然后再进了熊本县 嗯 然后再进了鹿尔岛县 嗯哼 它是整个这样串接下来的这样的一整条的一个链接 哦 那我家我反而我要来问志平 嗯 因为他的当中有会停了几个大站 嗯 我们再讲三个大站好了 是 福岗站 熊本站 嗯 跟鹿尔岛 嗯哼 你告诉我 嗯 你觉得会不会是每个人都欢迎它 还是有人其实非常不喜欢 如果说有这么便利的交通 照理讲每个地方都会欢迎啊 因为反正都会停留嘛 不是这样子吗 答案是错的 蛤 那谁不欢迎呢 就是在中间的熊本县 熊本不欢迎这个九州这条新干县 为什么 完全无感 而且甚至觉得说你没事盖这条新干县 要干嘛 可是这条新干县可以为他带来观光客啊 没有 刚好恰恰相反 蛤 真的 对 因为过去呢 我刚才有没有提到的 就是说 呃 整个九州的旅游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观光的一个 就是重要的工具 嗯 是汽车 嗯哼 它因为汽车从福岗到熊本 嗯 大概要呃 走高速公路大概两个小时 是 然后从熊本到鹿尔岛也大概两个小时 嗯哼 那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 他必须要经过 就是说 因为你像两小时其实是坐在车子里面 其实是人 人一个体感的一个极限 嗯嗯 所以一定会到熊本稍微休息一下 是啊 问题来了 嗯 从福岗到熊本的新干县 嗯 30分钟 哦 哦 哦 是 对 那所以呢 很多人就 我要去玩 我就直接一张票 从福岗直接坐到鹿尔岛 鹿尔岛就好了 嗯 我干嘛停熊本 哦 哦 所以相对的熊本客人变少了 嗯 它变成是一个过渡了 嗯 那过渡之后 熊本县政府就很头痛啊 嗯 然后你今天没有没有更多人进来也就算了 嗯 还出了一个大问题 嗯 你想想看 刚才不是提了吗 福岗到熊本 30分钟 嗯 好 熊本的年轻人呢 再也不留在自己的家乡消费了 我根本我就不用急着 不用在熊本买东西了 嗯 好 年轻人也不消费 又没有新的消费能力进来 那熊本就想想说 我的天啊 嗯 怎么办 好 怎么办 这怎么办这个重点的故事呢 待会我们就请这个 今天的特别来宾 我们的Joy 待会来告诉我们 Joy你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说这么久啊 吃了嘴巴 喝一个茶 我们待会在这个台湖之后 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来 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提到了熊本啊 刚刚我们的特别来宾啊 资深媒体人 同时也是专栏作家福泽乔 Joy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解说一下 这个熊本啊 这个讲到熊本 这是九州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景点 但之前 他其实因为啊 这个九州新干线修好了之后啊 这个因为这个路程都缩短了 所以反而他的观光业是落寞的 但现在他怎么样振兴他的观光业 谁出现了 对 然后这时候呢 熊本他们就整个议会非常紧张啊 他们说不行了 我必须要找一个人来帮我 那找了一个在日本全国非常知名的一个熊本出身的一个剧作家 他的名字叫小山熏堂 对 然后那就请小山熏堂来说 你是我们熊本天草出身的 你要不要帮我们熊本帮个忙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是 那小山熏堂就讲说 回来之后一看 你看我们熊本有很好的林业 我们那个熊本的山树非常棒 品质很好 然后有很好的渔业 有很好的农业 那也有很好的畜牧业 是 他说其实熊本是一块宝地啊 嗯 他说 我告诉你 我们帮你一个一个的架构起来 让这些名特产都能够做出一个很好的成绩 然后我来帮他说故事 但是 我要说故事之前 虽然你们没有叫我做 嗯 我还帮你们设计了一个说故事的 可以用人吗 可以 对 他叫做熊本熊 哦 对 然后为什么要用熊本熊 其实他刚才设计熊本熊 他想要熊本熊的概念 嗯 是因为 大家如果去 可能去搜一下 去看一下 会发现熊本熊的样子 嗯 眼睛大大的 嗯 嘴巴总是鼓鼓的 嗯 然后呢 他总是一副 走到哪里都很惊讶的样子 像是被吓出来的感觉 对 然后这个概念里面 其实这个小山就说 我给他赋予的意义就是 嗯 熊本四处都是好东西 好到吓到吃熟熟 哈哈哈哈 了解 对 这样是很清楚 嗯 好 他就 很清楚的意象 意象非常清楚 对吗 对 好 他把这东西设计好了 然后 因为本来 县议会只是告诉他说 嗯 告诉我怎么把那个 明特产做一个故事 然后把它包装起来出去 嗯 没想到 小山在做简报的时候 嗯 砰的秀出一个熊本熊 嗯 议员 整个呆掉 为什么呆掉 为什么呆掉 因为熊本没有熊啊 啊 啊 等等 他不是一个又有山又有森林的地方吗 在 产山木啊 但是 为什么没有熊呢 哈哈哈哈 你今天海里面你不一定每个地方都有海豚跟金鱼啊 对 好 那所以 议员就说 我们熊本没有熊 你把一只熊抓过来 我又不是北海盗 嗯 北海盗你要当新熊出没啊 是是 对 那怎么办 那然后议员就反对说 嗯 不行 嗯 不可以要有熊本 熊本不可以要有熊 嗯 然后 熊本熊差点就被咬着 那后来怎么起死回生 后来有一些年轻议员就直接就跟那个 老议员杠杀 他说 有什么关系 那么可爱 嗯 这个意向又很好 是 吓到吃手手 哎 那是我自己夹的 对 好 那然后他就想说 嗯 这个应该不错 是 经过了几番的争论之后 嗯 好不容易 熊本熊给留下 哦 原来是这样子 对 那 所以熊本熊的整个产生的过程 嗯 他不是 为了有熊本熊 而去把它去兜到其他的故事 嗯 而是把所有的故事 全部就是做了一个代言人 嗯 这个代言人叫做熊本熊 他是一个凭空所创造出来的 创造出来 对 创造出来的一个一个代言人 对 啊 对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台湾 嗯 我们经常你可以看到嘛 制品应该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那种 哦 就是吉祥物 嗯 像我知道央广的吉祥物是带那个制品嘛 对吗 哈哈 这也搞 哈哈哈哈 制品娃娃 哈哈哈哈 这一些吉祥物里面 嗯 我们刚好的思维跟 如果我现在把熊本熊的这故事说出来之后 嗯 大家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思维刚好是颠倒的 嗯 我们是倒果为因 嗯 所以为什么台湾的吉祥物总是没办法创造出那么高的人气 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哦 台湾的这些或者说是其他地区的这个吉祥物有可能是为了存在而存在 就是说就说哎我要先说我要有一个东西我要一个吉祥物来代言什么什么 这是凭空设体 可是他忘了忽略原先原先这个吉祥物要代言的内容是什么 对 内容都还没找到你就先有吉祥物这个顺序上是不对的 顺序上是有问题的 嗯 好 那我们再回来再讲熊本熊这件事 是 所以他把这熊本熊做出来之后 但熊本熊他命运是多舛的 哦 哦他不是设计之后就一炮而红吗 哦没有 嗯哼 他刚设计出来的时候 嗯 好巧不巧 嗯 他要开记者会的前两天 嗯 发生了那个九州熊本的大地震 哦对 呃16年的时候 16年的时候 16年4月的时候 嗯哼哼哼 然后熊本熊超衰 嗯 因为发生了大地震 嗯哼 你实在没办法做很多的活动 嗯 来去宣传PR这只熊 是 所以熊本熊只能默默的 嗯 然后刚才不是有讲了吗 嗯 九州人他们最喜欢是怎样 火车经过挥手 所以熊本熊只能挤在一堆人里面 跟大家 现在那个video还在那个internet上还看得到 哦 他就在里面就是那个九州新看线通过 但那个熊本熊 你就看熊本熊隐藏在一群人里面 嗨这样挥手 哦 哦 对 那但是呢 熊本熊的可爱的形象 嗯 疗愈的形象 嗯 刚好也因祸得福 哦 对 就是变成了熊本 他要再生再新复兴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 就是一个疗愈的一个 嗯 大家的心灵寄托的一个中心 嗯 嗯 对 那熊本熊因为这个因祸得福 他本来要去做宣传 没办法宣传 但是因为他可爱的形象 跟他能够说故事的能力 所以变成他成了熊本人当中的一个心灵寄托 嗯 那因为心灵寄托的关系 反而让他的名声因此而一炮而红 哦 难怪 台湾人多爱熊本熊 是的 哦 对 那 然后熊本熊他整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去做出来 然后在做完之后呢 更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 他们那个小三薰堂就说 那我们既然我们这个整个逻辑是 我们希望能够卖出我们县里面的一些名产品 嗯 那就开放 嗯 我们的熊本熊的授权 嗯 县政府不收钱 你 你只要是熊本县当地的 任何的产品 嗯 只要登记 嗯 你就可以自由使用 你就可以把熊本熊拿去当你的代言人 这个产品的代言人 对 把那个mark打上去就对了 对 哦 这么好哦 很好哦 那我现在要问 又一个问题了 嗯 嗯 智平你猜 嗯 熊本熊的第一号 嗯 代言商品 这一定是食物嘛 就是比如说什么饼啊 有没有 或者是日本人爱吃那个 那个素饼 是不是 对 是这一类的吧 当然不是 啊 不是 你别忘了 熊本熊出来一定是要让人家吓到吃手收 对吗 你今天吃了几次手了 我今天一直在吃手 对 然后呢 好 熊本熊第一号的代言商品 是神龛 轮到我吃手 什么什么什么 神龛 你说那个庙里面那个神龛 那个 因为日本他们喜欢摆在那个 家里面有摆个小神龛 是 对 有点像我们台湾那个民间 有一些供桌 有没有 但是他们供桌的那个神龛呢 是有门的 你知道那神龛 他把那个熊本熊代言 你知道他把它放在哪里吗 嗯哼 放在哪里 我刚才不是讲的 他有门吗 嗯嗯嗯 他把它放在门的两侧 变门神 然后呢 然后那个左边的熊呢 抱着熊本 那左边的熊本熊抱着那个熊本当地的特产 一颗西瓜 然后右边呢 是捧着一束花 鲜花素果都有了 就是当一个门神的概念就对 对 所以从这故事里面 我们就可以发现 嗯 当你今天你的这个会说故事的吉祥物 嗯 你已经他说一个能够代言的一个吉祥物的时候 他的发展是无限的 嗯 包括当时小三薰堂 他去问了县政府的官员说 哎 我们的开放的那个就是登记啊 就是说那第一号的那个商品是什么 当那个县政府官员跟他讲 我们第一号商品是神开的时候 他连他这个创作者都吓到吃手 可是那熊本熊大红 那这个神刊有没有因为这样而卖得很好 神刊现在都是必须要预约的 真的 卖得非常好 而且一座神刊大概是25万 我刚刚有上网去看过 大概是25万日币左右 哇 对 然后这我就要跟志平讲 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去访问了熊本县厅 熊本县厅他们非常奇妙 因为刚开始 刚才不是讲了 就是说本来熊本熊是连县议会都不准 我们没有熊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对吗 后来好不容易放到了县 因为做了好之后 县厅有一个叫做观光客 就是有点像如果我们在台北的话 是一个就是观传局之类的 发里面的一个人负责担当 现在是特别成立的一个部门 叫做熊本熊部门 然后呢 这个部门里面的成员 现在总共有六个人 还分国际组跟国内组 对 好 问题再来了 你知道这样熊本熊 为这个熊本县带来的经济利益 一年的经济利益 你猜有多少 我不敢回答了 这一定很可观的呀 你随便猜你觉得可观是多少数字是可观 一亿吧 一个亿吧 如果一个亿你应该觉得很开心的 对吗 对 你觉得说我如果是这个project 我只要一个亿的话 对啊 我很厉害对不对 对啊 不是吗 你做好 我跟你讲 这是县政府来的数字 是 四千个亿日币 哇 我真的吓到吃手 四千个亿 我再讲一次 完全没有错 虽然是日币 如果换成台币 大概也要一千亿左右 哇 对 哇 what the money 是不是 一只熊帮这个线 一只 这个线根本没有熊的熊 对 然后帮这个线赚了四千亿 一年赚四千亿 是 一年哦 what the money 对 所以现在熊本熊已经在海外拓点了 他现在 他甚至 我们 我上次去熊本县政府去参观的时候 他跟那个Mini Austin 跟Swarovsky 全部都有做联名款 哦 好 各位听众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谈九州的这个旅游 大概只能跟Joy谈到这里了 今天呢 志评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的媒体人 同时也是专栏作家 胡泽乔Joy 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非常谢谢您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志评 谢谢大家